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南北战争的根源 奴隶制与经济矛盾 南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内战 根源深厚 犹如一锅炖了很久的汤 里面的材料可谓五花八门 尤其是奴隶制与经济矛盾这两大主料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揭开这锅汤的秘密 顺便加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奴隶制是南北战争的核心问题之一 南方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 尤其是棉花种植 而这项劳动秘籍型的产业 离不开奴隶的辛勤劳作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奴隶 南方的棉花田 就像一场没有乐队的音乐会 缺乏了节奏和活力 南方的种植园主们 可不愿意放弃这份乐趣 于是他们坚决捍卫奴隶制 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北方则是工业化的先锋 工厂 铁路 城市化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北方的经济模式 更倾向于自由劳动 工人们在工厂里辛勤工作 挣得工资 过上小康生活 北方人看着南方的奴隶制 心里不禁想 这可不行 我们可不能让人类沦为商品 于是北方的经济 与南方的奴隶制之间的矛盾 犹如两位性格迥异的邻居 时不时就会因为 草坪的修剪方式而争吵 再来看看政治层面 随着西部扩张 新的州和领土不断加入联邦 奴隶制是否在这些新地区 和法化成为了一个火药桶 成为奴隶州以保持在国会中的权利 而北方则希望新州成为自由州 以削弱南方的影响力 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拔河比赛 双方都不愿意放手 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有趣的是 南北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是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这项法案允许新领土 通过人民主权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 结果 堪萨斯州成了血腥堪萨斯 双方支持者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简直就像是真人秀版的 谁是卧底 总之 南北战争的根源是复杂的 奴隶制与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历史的画卷 虽然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但它也促成了美国社会的变革 最终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 就像一场大雨过后 虽然泥泞不堪 但也让大地焕然一新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南北战争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锅炖汤 里面的材料虽然复杂 但每一口都充满了历史的滋味 希望我的分享 能让你对这段历史 有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你在生活中 能找到自己的调味料 让每一天都充满色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林肯的决策 战斗的激烈 当然可以 林肯的决策过程 和美国内战的激烈战斗 确实是一个充满戏剧性 和深刻教训的历史话题 让我们从林肯的决策开始 顺便加点幽默 毕竟历史也需要一点 轻松的调味料 首先 亚伯拉罕 林肯 这位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和无数的挑战 他的决策过程 就像是在走钢丝 既要保持平衡 又要避免掉入深渊 想象一下 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里 手里拿着一份 关于南北战争的报告 眉头紧锁 心里想着 我真希望 我能像我的胡子一样 轻松地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 林肯的决策 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知道 战争不仅仅是战斗 更是人心的争夺 他曾说过 我不想在战斗中赢得胜利 而是想在和平中赢得胜利 这句话听起来 像是一个政治家的高谈扩论 但实际上 林肯深知 真正的胜利 在于团结和重建 在战斗的激烈方面 南北战争的战场上 可谓是硝烟弥漫 炮火连天 想象一下 士兵们在战场上拼命厮杀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原来是林肯在白宫里拍桌子 怒斥那些不听话的将领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我可不想在历史书上 看到林肯总统的战争 变成林肯总统的笑话 有趣的是 林肯在战争期间 还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包括国会 媒体 和公众的舆论 他的决策 常常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找到平衡 比如 他在解放黑奴的问题上 既要考虑道德因素 又要考虑战争的战略利益 最终 他选择了解放宣言 这不仅是道德的胜利 也是政治的胜利 想象一下 林肯在签署文件时 心里想着 希望这份文件 能让我的名字 在历史上留下一点光辉 而不是被当成一个 不解风情的总统 总之 林肯的决策过程 和战斗的激烈 展现了他 作为领导者的智慧与勇气 他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敌人 还要应对内部的挑战 正如他所说 我走得很慢 但我从不后退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战争 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 在生活中的挑战 所以 下次当你面临艰难的决策时 记得林肯的智慧 保持幽默感 或许 也能在历史的舞台上 留下属于自己的光辉一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奴隶制的废除 国家的重建 当然可以 让我们以一种 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 奴隶制的废除 与国家的重建者 一复杂而深刻的话题 首先 奴隶制的废除 就像是历史上最大的重启按钮 想象一下 整个国家的经济 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 都像一台老旧的电脑 突然间被迫重启 结果呢 系统崩溃 文件丢失 甚至连桌面图标都不见了 这就是美国在1865年 废除奴隶制后的情景 废除奴隶制后 南方的经济 就像是被人从高空扔下的沙发 摔得粉碎 南方的经济 长期依赖于奴隶劳动 突然间 所有的免费劳动力都消失了 农场主们开始感到失落 就像是失去了最爱的遥控器 于是 他们不得不寻找 新的劳动力模式 结果发现 支付工资的工人 似乎并不总是愿意 在烈日下辛勤工作 而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 南北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对 刚刚经历了激烈争吵的情侣 虽然表面上和好如初 但内心的隔阂依然存在 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的信任 就像是被撕裂的信件 拼凑起来 也难以恢复原状 重建时期的政策和措施 虽然旨在促进 南方的经济复苏和社会融合 但往往像是给一只受伤的鸟 而贴上窗壳贴 效果有限 有趣的是 重建时期的自由黑人们 就像是刚刚获得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虽然他们获得了自由 但在社会中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想象一下 一个刚刚获得超能力的超级英雄 虽然可以飞 但却不知道 如何控制自己的飞行 结果总是撞到墙上 自由黑人们 在追求平等和权力的过程中 面临着种种障碍和歧视 尽管他们的斗争为后来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最后 奴隶制的废除和国家的重建 不仅仅是历史的事件 更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缩影 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虽然有时会跌倒 但每一次的跌倒 都是为了更好的站起来 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力 正是无数先辈们 为之奋斗的结果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受自由时 不妨想想 那些为此付出努力的人们 或许你会感到一丝幽默的温暖 历史就像一部喜剧 虽然有时让人哭笑不得 但最终总会带来一些值得庆祝的时刻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南北战争的根源 发展过程和后果影响 揭开这段历史的复杂面纱 顺便加点幽默调味料 让这锅历史大汤更美味 首先 南北战争的根源可谓是复杂的 奴隶制和经济矛盾 就像一对不合拍的舞者 始终难以协调 南方依赖奴隶制的农业经济 北方则推崇自由劳动的工业化 双方就好比邻居 为了草坪修剪的方式争吵不休 最终这场争吵升级成了战争 然后我们聊聊林肯的决策过程 想象一下 林肯在白宫里走钢丝 既要面对外敌 又要应对内部的压力 他在签署解放宣言时 心里想着 希望这份文件能让我在历史上留名 而不是被当成笑话 正是他的智慧和勇气 帮助国家度过了这场危机 最后 奴隶制的废除和国家的重建 犹如一次重启 虽然带来了混乱 但也为未来的社会进步铺平了道路 南方的经济被迫转变 自由黑人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面临挑战 但这也为后来的民权运动打下了基础 总结一下 南北战争是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 它不仅揭示了经济与道德的冲突 还展现了领导者的决策智慧 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历史就像一部喜剧 虽然有时让人哭笑不得 但终究会带来值得庆祝的时刻 在此我也希望大家能参与讨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